刚才过来的这个蘿蔔得不放得有点少 就是JOYO小片 在这会儿因为混合了空气打发 会带一些些冰淇淋蜜瓜的味道 然后再往下喝它分离开以后比较清爽 这个上面是一个紫苏风干的 蜜瓜百香果 然后柑橘的味道会出来 这个趁着这个OPS打烊收了个尾 刚好遇到一个从广州特意过来探店的 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咖啡 你这个有一点那个威士忌的味道 再加了一个香芒拉麦酒 哦 香芒拉麦酒 喝了晚饭 我点了一个这个 然后我给这个小哥喝了喝 这个小哥说他更喜欢这个 哪一个 他说他更喜欢这个 你喜欢层次感 果汁一点 谁偏果汁 这个偏果汁啊 对 会有一点 我觉得那个比较复杂一点 对 这个复杂一些 这个的话它其实更偏向果汁 层次感丰富一点 它竟然是一个打比赛的 对 它刚说了 好美的比赛 刚分享 希望你明天拿个好的成绩 谢谢 是的 现在做咖啡的这个咖啡师都好年轻啊 你是00年的吧 对 你看 现在做咖啡的主流年纪都是00年 这个喝到最后这个紫苏的味道就出来了 是 它在某些情况下才会有紫苏味 对啊 这个紫苏的味道 为什么刚开始没有喝到 从泡沫到液体 这个过程它的风味展现不太一样 嗯 在OPS探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帅的小哥 就加了个微信 然后等下就要走了 祝你明天比赛拿个好成绩 对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这个是雪橙汁 雪橙 是的 这看起来好香啊 我已经忍不住了 你真的很捧场 真的 谢谢你 黑森林蓄取 在Forest Overture 然后我们在顶部呢 是做了一个生仔冰淇淋的顶盖 这个的话 会有一点点像柠檬芝士蛋糕的感觉 那液体部分呢 用到了一只水梨做基底 然后加上了坦桑尼亚可可 因为坦桑尼亚可可的调性 会和雪梨有点像 有一些折香器 再加上一些莓果调 那中间呢 还会有雪橙和黑莓 就是你是 比较有这种天赋的 然后呢 比较火的 我好久也没遇见到你了 好像真的是 之前看到你在泰国的时候 我有在关注你的动向 还挺棒的 这个是不是人家是要搜索啊 我来骂你吧 没有 没关系 我来弄 因为我只这些了 没事 不用担心 没关系的 你生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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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不错 最近有去什么 有去的地方喝咖啡吗 就你们这里 还是来你们这边 能喝点特别的 好玩的 可以 对啊 是啊 所以我上了一个礼拜 就通班了 我的天 太辛苦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腿都痛 腿都好痛啊 太辛苦了 你们这个 那你们这种的话 应该临时再招一个 能够帮助你的 行行行 很难 因为我们事儿比较多 又要做又要 本来配料就多 然后又要讲解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是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这是在这个 淡水路这边的 有一个叫赤龙牛杂 这家店我经常来好好吃 我每次来都吃它那个牛腩面 每次都会放这个 煮的这个萝卜 这个萝卜非常散 但今天这个萝卜它给我放的有点少 是怎么办 你们就能说 你们不知道 做好了 现在做好了 这边做好了 Time to fly 再看我的这个 Time to fly 做好伤? 哈哈 不许达 哎 怎么 怎么 这边这个九十年代的蹦迪嗨起来了 看这个金属的 这个腿的长度还就可以了是吧 哇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它比喵尔哥可爱多了 太好是大的吧 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红的 它是不是睡着了呀 没有太久了 我这个毛估计你也经常修的对不对 对 长度红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主 喵尔叔 喵尔哥 喵尔哥 我天哪 我就说出来我就完了我完了我 这个是slab town的二店 在k11旁边 哈喽 哈喽 他们早来了 我才到了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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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业大吉 拜拜 这个小红的这个无人机汽车 好像我之前在哪个视频里面看到过 然后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 你看它四周是有这个螺旋桨的对吧 可以三十分钟你上去的就下来了 哦就是可以飞三十分钟 我买了一个这个二手的自行车 因为我不是想在闪电店里面买的吗 但是在闪电里面买的话 它这个自行车要等好久 刚好我就逛到了这个咸鱼上面 苏州的一个小哥 然后呢 他的这辆车就出手 他说是四月份买的新的 新的 对然后他没怎么骑我就给他买掉了 这个他买的原价是7990 然后呢 他卖给我是6000 就这个 哇这个还是蛮轻的 今天刚下过雨 空气非常好 所以说就来这个 买雨太好了 而且不是热 好好舒服啊 这两天 脸原来是9000 六千年 三千年 在第港湾 二千年 一百年 四千年 Перв岸 这个是一罐的 我以为是一个小盘子里面的 这个叫冰极脆 他说冰极脆和冷脆还不一样 也是用热水来脆的 只不过瞬间把温度降下来 它就不会存在 有可能会过脆或者是变色 那是几秒钟的事情 因为冷脆的话 脆的时间还是久一间 这个店长小姐姐刚才 再给我普及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冰极脆的原理 打开尝一下咯 哇 它完全没有那种茶的那种色感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 你看它这个水果 烟松小种 那它的这个茶的品种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镇山小种 就是镇山小种 对 可能只用马尾松 然后进行薰制 所以你喝起来 你会有感受到松烟香 有点烟熏感 对 烟熏味道 就比如做成这个瓶装了之后 它能存放多长时间呢 我们制作出来之后 开始计算是48个小时 是最佳的 哇 它这个水果里面 它里面用了很多香料的 有点咸咸的 有点香香的这种感觉 感觉里面还有辣椒 搭配的倒是蛮特别的 很像是脆脆的这种 脆什么 脆鲤 青色的青 青脆鲤 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到 我没吃过这个 我震惊了 瞳瞳瞳瞳瞳 这是哪里的水果 这是我们那边的 南方的 它是青色 但它甜又脆 应该酸度也刚好 因为我们那边的里子它是软的 红的 红的 它没这么脆 也有红的 我们挑的是青色的 它搭配起来好看嘛 那是不是就是说它变红了之后 它也没这么脆 不会 它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很脆 哇 上面这个是 上面三个是松子仁 然后这些点点是火罗旺自香草 然后这个木木是用米酒打出来的泡沫 我感觉这个喝起来 它就像是一个酒量一样 茶跟这个你们把这个酒搭在一起了之后 一下子变成了养生产品 是的 也不违和是不是 我以为你说调酒是那种调酒 结果 中老年人也蛮喜欢这款产品 因为酒量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多年了 然后我们把它跟茶几合在一起 又比较新鲜 然后真实喝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违 对对对 对 你们这个产品是谁研发的 你研发的 不是 我们志文哥 超水人 哦 那我应该是有他的微信的好像 他人就在 他太也邀请你了 你不在 他给我发了一下你们店的位置 他刚过来了 他看到你了 他看你在拍 他就先出去了 我突然看见你了 我开的时候邀请你 我那天 我刚好就是那段时间不够 没有在上海 这个区域是最热闹的 对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坐的满满的 可以完全折叠开 全部推过去 然后全部打开 你想象一下它全部打开的空间 就是清地砖跟街边直接呼应 形成了那种街边感 刚才到了秋天的时候 才是这个产品最美的样子 我们中国人做放松的状态 其实特有意思 就是吃个火锅 吃个烤点橘子 烤点东西 嗯 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高度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旧的高度 嗯 这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然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小阶梯 年轻人在这儿 然后以后可以做一些活动 嗯 真的是 好舒服啊 然后这个八台上来说的话 就是在村康 热场啊 嗯 那个嘴巴出来的是冷茶 嗯 特别是福瓦和那个老白茶 特别适合煮 去茶馆是不是看到这种圆形的茶饼 嗯 对吧 对的 就是中国的龙团奉饼 嗯 但是呢我们把那个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做成唱片的样子 嗯 它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风味地点都会有 哦 然后因为这是青年茶馆 嗯 一切都是跟青年茶馆这个定位匹配的 我们把它压成了华夫饼的格子 嗯 这样的话你不用拿针去调 不用很复杂 掰一块下来就可以了 哇 而且掰的每一块都是一泡的量 嗯 而且你们这个做的更薄一点我感觉 对这个更薄更好掰 嗯 因为它的青年茶馆嘛 嗯 我们做的任何产品都是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 把它用青年的方法表达 嗯 所以这个画的是我们的茶馆嘛 我们就从我们的角度思考 嗯 怎么把茶年轻化 通过一些年轻的方式做一些表达 做一些新的设计 但是里面都是原茶叶 也不是三角包 嗯 因为我们想鼓励年轻人回家 打开原茶叶 用盖碗什么 去尝试一下中国功夫泡的方式 嗯 虽然不是传统的茶杯 但我觉得这样的量 加上这样的把手 是年轻人第一次喝茶的一个比较好的量 这原点是彩词的感觉 对 这个词是叫草木灰 哦 它是每月每年 剩下的那些画画的肺的纸啊 烧成了灰之后 上的釉 哦 它也很特别 它的大小都是我们经过考量的 刚才那个不是大的茶饼吗 嗯 这个就是小的 哦 就是一泡的两个 我的天 这是迷迷一般的 走了 拜拜 拜拜 嘿嘿嘿 一见三连 哈哈哈 太会了 这小眼睛 感谢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下次再安过来 拜拜 拜拜